手指以色列国旗的示威者不断鼓噪 大家情绪相当激动 还有人直接坐在街上 警方只好喷洒水柱驱离 以色列街头充满愤怒民众 原因就是总理纳坦雅胡选在战争期间 开除国防部长格朗特引爆民怨 你不能改变首席总理 在中间的世界中 整个政府应该去家 应该去导致 他们是犯人 以色列人民不能理解纳坦雅胡 认为他把政治利益置于国安之上 不管民怨沸腾 纳坦雅胡人坚持要开闸 他表示战争期间需要更多信任 但格朗特和他已经信任破裂 尽管被主子免职 但格朗特在X平台上发文 表示以色列国安是他的毕生使命 同时点出自己和纳坦雅胡的分歧点 格朗特也不认同纳坦雅胡 殲灭哈马斯的目标 认为尽快带回人聚才是首要任务 然而以色列除了政坛爆内讧 没选谁当选也会牵动以哈战续 巴勒斯坦人认为川普和贺锦利一样糟 是在魔鬼和撒旦之间做选择 因为不论谁当选都会继续支持以色列 惨的恐怕还是无辜的巴勒斯坦人 三立新闻夜流报道